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這個意大利品牌Vanazianico 又有新作品 是甚麼作品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開箱 看完開箱之後 這隻錶漂亮就是漂亮的 不過這隻錶帶我覺得單調了一點 悶悶的 未看錶之前 我決定換一條新的錶帶 我們直接看看這款錶最大的特點 它的特色就是它的錶盤 我們看到它的錶盤是用了不同的材質 接合打造而成 最下面那一層是用了銅片 然後上面那一層是整個天空 我們看到星空面 它是用了玻璃這種金沙石面 這樣又做開上層 又用雕刻的立體建築物 做開它的設計 三點位 偏心的這個小錶盤 它是用了Matter of Pearl 即是背殼的材質 老實說 我收到這隻錶的時候 第一眼第一個感覺 拿上手其實是真的特別的 因為我都很少在 這樣的價位 或者是比較貴的錶 即是其他品牌 都很少看到這樣的設計 不同的材質 幾層的面 這些我覺得都很吸引 還有大家可以觀看 去觀看 現在預訂的定價 應該是我沒有記載 是700的這個歐元 我覺得是非常有性價比和競爭力的 那我們再看看錶殼 這個錶殼 這個錶的直徑是40mm 都是一個黃金的尺寸 這個我覺得40mm 都是一個黃金的尺寸 材質都是鋼的材質 側面兩邊都是做了拉絲粗面的處理 側面的字是經文 你讀完之後可以穿梭是空 過笑的 底面就沒有透底 就了實底蓋 整個底蓋是雕刻著意大利 當地很出名的建築物 整個基心是用了SEIKO的精工 日本的基心 走時精準、擦擦擦容 這些就不用說了 這個錶有一點我個人認為是值得讚的 就是這個錶的玻璃 這個玻璃其實是做得很通透的 所以我拍攝影片的時候 幾乎都沒有什麼影 其實整個玻璃是做了這個 Anti-Reflective Coating 就是這種防止反射的 Coating 然後整個玻璃 我驚喜的是 通常這種價位很少給你藍寶石 這個是用了藍寶石的玻璃 真的非常防刮 我也是把官方的網站 即是網站在下面 有興趣的朋友真的要去看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